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哆啦A梦的收费展区 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啊 就是哆啦A梦漫画的创作者的书房的一个远景重现 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的打卡装置 下面就会一起进入哆啦A梦的奇幻世界 这是胖虎 好可爱哦 那这里呢就是哆啦A梦漫画书的单行本的展区 可以看到啊 1比1圆尺寸的哆啦A梦雕塑从平面漫画内叶中 跳跃而出 看了展览呢 这个原创的公司做一套卡通片 我们是首次做了哆啦A梦的无人机 在维多利亚港上面 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没看过 第一个礼拜 网上预约在免费的地区 数分钟已经预计了 收费的展区里面 其实我们都延长了一个星期 不论是在天空中飞翔的竹蜻亭 还是能去往世界各地的任意门 又或是在时空隧道中来去自由的时光机 这只没有耳朵的蓝色机器猫 总是为孩童时的我们 带来太多天马行空的想象 在电视机前 漫画书中 跟着哆啦A梦一起奇幻冒险 也成为了每个暑假的快乐记忆 那么看完哆啦A梦展览 有没有很饿呢 快来这里尝一尝限定的哆啦A梦下午茶吧 有这个红豆的番茄 三明治还有薯条 以及粒之味的苏达 那么从7月13号开始呢 直到8月底 这里都会提供哆啦A梦的限定 哆啦A梦迷们千万不要错过